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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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要跟同学们来谈谈 市场与国家的第三部分 谈谈国际资金移动与金融和社会政治危机 尤其这礼拜我们来看1997亚洲金融危机 下个礼拜我们会跟同学们来看 2008全球金融危机跟欧债 之後2010的欧债危机 好 1997亚洲金融危机 请问从哪个国家开始呢 泰国 然后还有其他的 我们说亚洲 亚洲金融危机 还有亚洲的哪些国家呢 南韩 还有呢 印尼 没错 还有呢 马来西亚 香港 好 来看看有没有 好 那最主要的几个国家 印尼 马来西亚 南韩 当然还有菲律宾 新加坡等等的 然后可能都受到一样的影响 包括我们最后跟同学们谈到台湾 那为什么发生呢 因为谈到金融危机是指说金融体系 整个银行体系 还有加上整个金融体系出了问题 包括银行跟金融投资公司 那有什么问题呢 那金融投资公司又成为非银行 Manking 也成为准银行或者影子银行 包括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融资机构 还有这些金融管理公司全部都在内 然后我们提过在经济自由化之下 各国的资本市场 都是走向一个接触管制 证券化 还有电子化 证券化就是银行可以来发行各种的证券 然后不是只是做这种存款放款的业务而已 还有电子化 譬如网络下单等等的 所以各国政府都是来开放银行的业务 他可以发行证券源基金来卖给客户 可以来募集资金 那所以泰国呢 他从1993年开始来采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他开放境外的金融市场 Offshore Banking Market 然后让外国银行可以来进驻 来做境外金融 就是跟本国金融市场是不连接的 是跟整个国际的金融市场连接的部分 当然也开放外商 这些外国银行来到泰国来设立分行 当然分行就有些业务上的限制了 然后泰铢汇率当时改采盯住美元 那所以泰国一方面把外资来导入 国内的一个金融市场 另外一方面也将泰国的金融市场 来纳入国际的金融市场 所以成为一体 那当时泰国 当时世界各国包括台湾 这些投资者都会把资金汇到泰国 投资在泰国的股市、汇市跟房地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你可以看到泰国的股市 家权指数不断地上涨 然后房地产也是这样子 然后而且泰国他采了高利率政策 更加来吸引外资来进入 那印尼我们看看 他从1980年代也开始来采行 经济自由化的政策 然后1983解除了金融的管制 然后尤其到1980下半夜之后 国际油价下跌之后 那他面临了国际收支赤字 然后国际贷款减少 然后国际资金都逃离印尼 然后1988 印尼来宣布全面的自由化 然后开放金融部门跟直接外人投资 可以到印尼来做各项投资 所以外资更容易来进入产业 来投资 那投资这些做产业投资 还有也投资在银行业 所以你看到的是资金无主国 哪里有利可图就回去拿 然后整个全球像个赌场资本主义 那各国政府来开放市场 尤其金融市场 追求表面的高的经济成长 而国际的投机客是来追求最大的利益 那赌场资本主义 同学们去过赌场吗 去过哪里的 新加坡还有哪里 韩国的去过吗 华客山庄 还有美国的呢 那拉斯维加斯 或者东岸有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 你知道我们当年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在费城 所以就去了Atlantic City 那大家开了一辆车 那五个人 然后只玩那种吃饺子老虎 你把零钱丢进去 然后这么一拉 然后那个slope machine 然后 常常有时候是一堆一钱 全部跑出来 好 零钱 然后quarters 然后你又把他放回去 然后有时候你放一堆回去 然后这么一拉 全部都没了 被吃了 好 所以你知道最后 这五个同学 好 把身边的钱都花光了 大概300块美金不见了 好 那有同学还拿出支票 想要用支票了 我们说不用了 不用了 赶快回家吧 好 那这只不过是小赌 好 你只是玩那种吃饺子老虎 你没有玩赌盘 好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赌场资本主义 啊 哈 好 啊 哈